来 多谢局长栽培 多谢局长夸奖 可我这儿不都是跟您学的吗 你不要太得意 小艾是因为日本人而死的 下一个就是你 那我们就看看谁先死吧 走 你真的确定要这么做吗 你之前可在怀疑他 他毕竟是我的大哥 再加上 还有我的侄女 还有我嫂子 我不能让他们有危险 明如节 你觉得呢 我支持欧阳的想法 因为我们现在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是不是姚启正出卖我们的 这件事情还有待调查 再说了 姚启正毕竟是欧阳的大哥 救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 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谢谢 老爷 齐副局长来了 宋伯伯好 协副局长今天没忙着去帮日本人做事 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我奉归田司令长官的命令 我奉归田司令长官的命令 请您全家今日正日午时 去星月楼赴宴 日本人又要耍什么花样 想为我设宴 您 您是热临江的大富商 日本人请您吃顿饭 这不是很正常吗 没那么简单哦 日本人的饭 可不好吃 是 老爷 这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狗 我怕它乱咬人 把它牵回来了 既然来了 就随便喂它吃点东西吧 好嘞 你先回去吧 七三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帝国派来的 德川伊朗大佐 他的父亲 是帝国最著名的将军 大佐好 这位是青木少佐 德川大佐的得力助手 青木大佐好 大佐 这位就是 临江警察局的副局长 齐家兴 对皇军的忠心 打大地 很好 没想到 您这么年轻 就当了大佐 真是了不起啊 以后临江城的事情 还需要你多多配合 大佐 您话严重了 我现在为日本帝国 是全息全意的服务 万死不辞 两肋插刀 切磋 好 我交代你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请司令放心 全都办好了 很好 这次我要让宋连云和欧阳风 感受一下终日亲善的和谐 和美好 我相信一定是和谐美好的 是 桂田司令 我安排你的事情 已经布置好了吗 你放心 我已经都安排好了 绝对不行 桂田现在已经怀疑你了 如果你这次去的话 他一定会针对你 这是一场胡门宴 是啊 桂田他绝对是要当面试探你的 一旦你出现什么问题 他肯定会立马把你抓起来 自从这个渡边和山口 都死了以后 临江又来了一个德川 听说这个德川心狠手辣 我还真想去会会他 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是啊 其实这个德川手段相当残忍 我真的很担心你们 这次祸凶多吉少 没关系 刘邦参加了鸿门宴 才有汉室的四百年基业 我虽不是刘邦 但我一定得去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开玩笑啊 我没跟你开玩笑 敏如 你想想看 我已经被他们抓过一次 就算我不去 他们想抓我 那也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抓 更何况 我去参加这一次的饭局 说不定能从中 看出他们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说得倒是挺有道理的 你们放心吧 那不是 我和宋伯 我应该没事 再说了 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宋伯 千万不能让他有危险 日本人现在应该不会对我爸怎么样 因为我爸毕竟对他们还有用 花虽这么说 但还是要万事小心 明如 放心 你们两个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平安回来 大陆 你干吗去 我要找桂田这个王八蛋 算账去 你不能去 为什么 桂田这次请宋伯伯和队长吃饭 一定没安好心 咱们必须要暗中保护他们 如果这次他们有什么举动 我们一定要干掉它 为大海报仇 暗中保护可以 但我们绝对不能轻举妄动 一旦开枪了 鬼子围上来 队长他们会有危险的 这个你放心 我自己会见机行事 不行 我们不和队长商量 他知道会责怪我们的 你不用想那么多 我自己会有自己的安排 一定不会有什么差池 万一打起来呢 就凭我们几个人 怎么对付了那么多的鬼子 这个你放心 星月楼的弟兄 我非常熟悉 万一他们有什么举动 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 那您死了我怎么办 云芬 咱们俩都是大海哥 介绍进的这个队伍的 而且 他也救过我的命 这次如果队长 和红玉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这次 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了 你就找好人嫁了吧 行了 你别说了 我跟你一块去 不行 你不能去 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危险 错 是多一个人多一份照应 你死了的话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那好 咱们一起干 可你说 咱们怎样才能把武器 带进酒楼呢 我想来想去 所以 还是没有想到好的办法 是啊 日本人有备而来 不会轻易给我们这个机会的 星月楼是临江最好的酒楼 以桂田甚深请客 菜肴肯定不会查 特别是主菜 肯定是由厨师 亲自送上来 才会显得郑重和品味 这倒是让我想到了 古代一个经典的戏文故事 古代有一位刺客 要刺杀帝王 便甲搬成了厨师 将匕首藏在于腹里 趁帝王不备 从而完成刺杀 你说的是 专珠刺王寥的于长剑 不行 这可实在太危险了 你想想 屋子里全是日本人 如果被发现 咱们一个也跑不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倒是有个办法 星月楼的包间对面 有个天子酒店 我设法潜伏在房间 找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能想周全的 我们已经尽力的都想详细了 我们已经尽力的都想详细了 剩下的问题 我们只能见机形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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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伯伯 红月 你们总算来了 我还以为你们有什么事 耽搁不来了呢 瞧你这话说的 归田司令 请我们吃饭 是很荣幸的 怎么能不来呢 我们赶不来吗 宋伯伯 看见这话说的 请 欧阳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啊 眼睛方亮一点 随机有病 欺负局长 归田司令还不来 难道说 宋老爷子 您别着急 归田司令一向都是很遵守时间的 相信很快就到了 宋先生很准时慢 坐坐坐 坐坐坐 宋先生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还是我自己介绍吧 我是受天皇委派 刚到临江的德传伊朗大族 这位是我的德力助手 钦木少族 德传大左 没想到您年纪轻轻 就得到大左之嫌 真是年轻有为啊 在我们大日本帝国 像我这样年轻的军官有很多 我这次来临江 是为了帮助归田司令 接管临江城的所有事情 也包括我们老百姓的所有财产 我说过是所有的 果然年轻有为啊 中国帝大物博 产业如此之大 你也有雄心壮志来管 实际操作起来可能也举步维艰啊 任何事情都会遇到困难的 身为帝国的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无论天皇指派的任务有多复杂 我们都会不惜一切去完成 好 为了预祝我们将来的成功 来 我们干一个 是我 莱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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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这楼上还问我 怎么救你一个人 他们呢 他们都在对面楼上埋伏着 现在大厅里埋伏的都是日本兵 这样 咱们一会儿出去看一下地形 见机型室吧 得川大佐的意思是 要我们商会让出所有的股权 当下的情况您应该很了解 抗日组织摧毁我们各大仓库 储藏的物资 得川大佐 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 我们从日本运来的物资 到临江被捣毁 这对我们大日本帝国是巨大的侮辱 如果是你 你会坐以待毙吗 坐以待毙 为什么要把这些算在我们的头上 现在的抗日组织还没有被抓住 我们的损失应该有人赔吧 一个人没有接到别人的邀请 就直接跑到人家家里面去做客啊 东西掉了还要让主人赔吗 无论是客人还是主人都是强者生存 弱肉强食的道理 我相信宋先生应该懂吧 弱肉强食 德川先生 我提醒你一句 现在谁强谁弱还没分出来呢 你怎么就这么肯定 我们会把宋家的产业拱手相让啊 欧阳先生真是深不可测啊 不敢当 只是小小的商人 而且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希望我们丢失的物资 和欧阳先生无关 当然无关了 我女婿是个本本分分的商人 怎么可能会犯下这么大的案子 得有证据 等等 这是什么菜 这 这是我们酒店的特色菜 红烧河豚 河豚有毒你不知道吧 是的 可是它是经过我们后厨处理过的 可以放心实用 后厨处理 可以放心实用 我怎么能够放心实用 如果没有处理干净 我今天岂不是不能活着出这个门 是吗 我 我们 出去 去 怎么样 看到这种情况 是不是特别想杀了我 我十五岁的时候死在我枪下的 应该有七个人 我父亲是个军人 他从小就告诉我 对待敌人 绝不能心慈手软 遇到强者 你就应该更强 宋先生你不用装了 你老千巨华深不可测 你个老狐狸 你 欧阳先生 从你的言语中我已经判断出你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人 而你的妻子就完全隐藏不住他的内心 就好像一切都写在他的脸上 你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三个是抗日分子吧 德川先生 德川先生 不管我们是不是 都不许你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 所以还硬是吧 我现在就证明给你们看 带走 你 有点 你 带走 是 救命 不好 要出事了 咱们先看看情况再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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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来 来 放开 放开 你 你就是抗日分子 那你能告诉我 你们组织的消息吗 我 我说过我是抗日组织的人吗 你还真会栽赃假货啊 你若不是的话 咱们会打伤我的部下 还在对面拿枪对着我们呢 像你们这帮侵略者 你们这帮小鬼子 是个中文人就想拿枪对着你们 我就后悔没有一枪崩了你 那你为什么不打死我 难道你没有开枪 是怕和我在一个屋里的人 也没办法活着出去吗 那你是在保护他们吗 德川大佐真会说笑 我看你是刚刚吃完狗屎 嘴巴这么臭 哦 也是 狗嘴里是吐不出象牙来的 啊 哈哈哈 站起来 你给我好好看清楚了 这里有没有你的同伙 再给你一次机会 有没有你的同伙 没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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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我要 предлож讯糊 哪儿呢 也不可能 不能 这人好 这人好 好 看来宋先生不太喜欢我对待敌人的方式 那好 你告诉我 谁是我就放了他 我是 你是 所有中国人全是 打死我 你以为我不敢 放下枪 走 赖宝 快想想办法 允芬 你冷静点 队长一定会有办法的 不能再等了 不知道德川这王八蛋会使出什么招 走 行 那我们动手吧 来 给 你们古人沉不住气了是吧 告诉你 你们今天插翅也难逃 试试看 老爷 将近 老爷 快走 红月 老爷 你快走啊 老爷 你快走啊 快走 玉斌 走 走 快走 哥 没事吧 没事 队长 队长 你们还有枪吗 戴桂台 快去取枪 好 掩护我 好 队长 这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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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走 老爷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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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们 抓住 是 来 来人 快走 快走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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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Resources 涉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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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走 我去找大陆 晚点跟你们汇合 咱们先走 我们先走 走 大陆 允分 危险 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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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冤枉 冤枉 大鲁哥 瞒求我 赢了我 我不想死在日本人上 明白你 你放心 我们会永远地幸福地在一起 太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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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不能判点好事啊 是不是又出事了 什么事啊 日本人要大开杀戒 你要沾光啊 不是 因为什么呀 这日本人又要杀谁呀 欧阳峰 不是 欧阳峰被杀了 没杀了让他又跑了 这次又没弄死他 不是 这老 老杀欧阳峰干什么呢 为什么不杀他 他是抗日分子 但是我没想到德川那么心狠 不光要杀欧阳峰 连宋连云都不会放过 什么 宋伯伯也被杀了 没有 被他们抓了 没有 被他们抓了 不是 宋伯伯又不是抗日分子 抓他干什么呢 你傻呀 因为他女士是抗日分子 想他平时对日本人不敬 不早晚被抓吗 徳瓦大佐 宋连云都捕了 但他们已经拒绝了 我似乎的发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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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立刻才不能够 不让她来 她们经过度 最后才有更多 一方法定会做 我似乎的发炎症 她把她抗云 但她自然有点 我不想 这都是我狡猾的 会怎么很难 或什么 我网团 我开始托转我 我想我心想 我心想让我进去的设计 我心想让你 我心想要去拿 我心想要去把我家的物质 我心想要去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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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想要去把我家的 部份和我家的 使命贴贷 你心想要去拿 我心想要去拿 決斷來決定 這麼重要的時期 全都在天皇陛下的中心裏 明白嗎 六賀大佐 蘇蓮要怎麼做的事 要求欲求 如果要渡過的話 要殺死他們 他們告訴他們 我來我來你反抗すれば 死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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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師寬 老太太沒事吧 剛睡 自從小艾的事情發生之後 媽沒有睡過一天安穩的覺 成天就嚷著要去見小艾 這不是把他給火著了嗎 那 那這碗参湯 你喝了吧 你看你天天熬著 要是把身體熬壞了怎麼辦呀 這麼一大家子人 都是你掙錢養貨 你要是 怎麼回事 你怎麼三句話就離不開錢字呢 我不是 警長 警長 你給我小聲一點 幹什麼呀你 奶奶剛睡著 你把他吵醒了 我收拾你 好 不是 這一回您廢得出面了 什麼事 宋伯伯被被抓了 怎麼會呢 這 為什麼要抓他 不是 九樓發城槍戰 抓了四個 死了兩個抗爭分子 這不知道怎麼把宋伯伯給抓了 這 師寬 就你跟老宋這個交情 你怎麼也得想辦法救救他呀 是啊 現在得救他 廢話你們兩個說的 我不想救他 我有能力救他嗎 小艾死了之後 我跟桂田之間的關係 越來越疏遠了 我怎麼去救他 我去也是白去 那怎麼辦呀 對 那你也得想想辦法呀 去找齊嘉興 跟她說 估計她有辦法 對 那我找齊嘉興嗎 去 去著 那我能不能先走了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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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三個都是說話呀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侯玉 宋伯伯為什麼平白無褲地 就被他們抓走了呢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不知道 侯玉不知道 不知道 侯玉不知道 怎麼辦現在 欧阳我們現在還在怎麼辦 我們怎麼辦呀 欧阳 來寶 來寶 你幹嘛去 今兒你們誰都別攔我 我要殺了混蛋德川 為弟兄們報仇 站住 來寶 你現在去這樣做 無異於送死 你難道在星月樓還沒打夠嗎 沒有 我沒打夠 隊長 我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了 大海 大陸 雲分小岸 我眼睜睜看他們一個個死的 我能做什麼 除了去把那幫小鬼子殺光 我還能做什麼 隊長 就讓我去吧 哪怕是同歸於盡也讓我去吧 賴寶 走 我跟你一塊兒去 走 你們都冷靜一下 賴寶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也能理解大家此時此刻的心情 我知道你們難受 好